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情嫂遇到这个保护方 咋有人好使 有人不管用呢 这烦人的清嫂该咋解决呢 健康一身轻 越泰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好中医好中药 认准百草益寿 百草益寿中奥房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一身轻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张惠勇医生 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健康女主播是夏雪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关注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在网络端为大家服务的是新盈 大家好 我是新盈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和我们留言互动 脑人的清嗓 张老师 最近门诊 有没有被这种脑人的清嗓 这样的朋友 这样的患者还是很多的 每次门诊都会碰到 患者可能主宿就是因为嗓子不舒服 或是老久了嗓子里有东西异物感 尤其是天凉了之后 天气变化 这类的患者就会多一些 张老师 咱们不是说这个咽咽 就总爱清嗓子吗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跟咽咽有关呢 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我们中医的病症里边 把这个就叫做咽喉不利 确实就是咽喉里边有气度 你看患者他为什么会清嗓 他觉得这里边有一股气 这样舒服一点 我觉得叫煤盒气 有那种说法 对 东医把它管它叫做煤盒气 就像有一个煤盒堵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古书里边把它叫做 妇人咽中如有制鸾 这个鸾是肉的意思 什么叫制鸾 就是这个肉生的肉片 在热锅上煎的时候 你看那种表现 不就粘在锅上了吗 然后咔也咔不下来 所以就感觉嗓子里 就像粘了一个东西似的 总清嗓的确是让人感觉到尴尬 关键它不顺流 也挺闹心的 但是总觉得这就是小事一桩 是不是不管它也行呢 不管肯定不行 我们先不说别的 你说恼人吧 烦人吧 这是一方面 于自己来说 它都是一个健康的信号 提示你身体有问题了 而且反复的清嗓子 会咽喉棉膜屏障出现异常 严重的还会出现一些咽喉臂的吸肉 所以虽然是一个小毛病 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健微支柱 早点治疗 号称是谁用谁好使的 网红清嗓方 那之前有几个朋友用了 有人觉得好使 有人觉得懵懂的 不知道好不好使 有人干脆就说 这表情都扭曲了 就是不好使 可能有的人呢 他正好就对上他的症状了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说任何的药 也不是灵丹妙药 再好的药也有适用的人群 开头片段里边呢 可能第一个人群 夏威还是能对应上的 所以他有效果 咱这位早上起来 爱清嗓子的朋友 用这网络热门清嗓茶 听管用的 看来啊 这是喝对症了 那到底这杯茶里有啥呢 咋就对了他的症呢 他这个里边啊 就是最大的这个 太好认了 这个就是罗汉果 就基本上 我觉得大家都能认识 再一个就是这个 陈皮也非常好认 这个也好认吧 这个是干草片 对 但还有一个 好像不太熟 那个就是中药里边的菊红 这四位药呢 罗汉果呀 菊红 甘草片 还有陈皮 在这里边呢 最主要量最大的是 罗汉果 对 菊红 甘草片 还有陈皮 它们的用料都很小 看一看 这几个药放在一起呢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功效呢 大家先猜一猜 只要是跟嗓子不舒服 有关系的 它肯定有 罗汉果这位药 甘草是不是可以降火的 太对了 太好了 两位老师回答都非常正确 罗汉果呢 我相信都尝过 它之所以能用来泡水喝 因为它是一个甘甜的 药性上我们说它偏凉 凉就有清热的作用 在功效上有清肺开烟的作用 它还有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所以有很多的人 有肺热呀 伴随便秘呀 用它还能起到润肠的作用 甘草呢 这位药能泄火 我们中药有一个歌诀 甘草未干 调和猪药 生则泄火 至则温中 生的甘草 叫甘草片 老百姓都知道 一个成药叫甘草片 对 专门去咳嗽的 所以呢 生甘草 就有润肺 还能止咳 还能清热 还能解毒 听到这儿呢 我大概是听明白了 我们这款网红清嗓茶 这个里边呢 最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这个罗汉果 但是这个罗汉果呢 它是良性的 所以说它这个 就更适合说是有热 嗓子不得劲的朋友 他们来喝 对吗 对 非常对 我们这个中医呀 就是这样 以寒至热 以热至寒 体内有热 一定得用良药 这位朋友呢 他早上起来 就不停地清嗓 我们猜测 他应该是肺热 但是呢 为了证实 我们还需要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表现 我特别喜欢 早上或者白天的时候 清嗓子 晚上就不那么明显了 尤其是早上起来 不清嗓子 就觉得里头吧 像黏的话 有痰 也确实咳出过痰 黄的 可吐出来之后 这嗓子的症状 也不缓解呀 而且还总觉得 自己哪哪都敢 好像就水分被蒸发了似的 肺热大体是这些表现吗 可以说是这样吧 肺热呢 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症候 它不是一个疾病状态 肺热的表现就是 口干呀 咽干呀 咳嗽呀 吐出来的痰一定是黄色的 肺和大肠是一尖 一个在表 一个在里 肺子有热了之后 这个热就会传导给大肠 大肠如果有热了 那可想而知了 患者就会表现出 大便跟噪 大便干节 或者平常大便可能是软便的 最近头儿变得特别硬 排便出现了异常 而且肺热了之后 体内的筋液就会豪干 这样就会表现出小便的异常 可能小便就会短了 颜色就会黄了 我们中医还有个概念 叫做肺主皮毛 也就是身体的皮毛 都和肺相关 所以肺火太上旺了之后 皮肤也干 那肺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个太多了 都听过一个广告 小儿咳嗽总不好 多半是肺热 小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肺热呢 你说小孩为什么这么多 小孩纯阳之体 对 纯阳之体一定是热气大 在小孩的基础上 你如果给他加热 他就会出现肺热 饮食和环境 就是如果我们体内 吃的过于偏热的东西 就会出现热 这个热其实应该说是胃热 但是中医还有一句话 肺手太阳之脉 起于中胶环络大肠 还心胃口上隔鼠肺 也就是肺的这条经脉走的过程中是吧 转了一圈 从肺的经脉 从肺里边出来 直接转到肠 转到胃 然后再回到肺里边 转了一圈 前两天我看新闻 孩子树叶怕凉 爸爸叼着树叶管 这样孩子树完叶之后不那么凉了 所以经脉也是 如果肺子的经脉在胃里转了一圈回来之后 胃是凉的肺就凉 胃是热的肺就热 所以如果你胃热的人多半肺热 你胃寒的人多半肺凉 老师我还抓住了一个重点 这位有黄潭老清嗓的朋友 他说自己白天吧 嗓子不得劲是更明显的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是肺热了 那么这个热在什么时候会明显一些呢 一定是外界环境 阳气胜的时候 所以阳气一生发的时候早上起来 它就使劲地清嗓 但是到晚上阳气弱了 那么这个热也就随着 它就相当于铜火少了 症状就减轻了 肺热爱清嗓的朋友们 用热门视频里的罗汉果茶 缓解一下行不行 有没有需要改良的地方 可以稍微改动一下 可以变成一个专门清肺热的一个凉茶吧 到底这个改动是什么呢 要怎么来配的呢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白草益寿中药房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羽绒服里还得套个羽绒服 太怕冷 这应该是很明显的寒症 晚上的时候 这嗓子像挂胡似的 寒气越症 表现得会更加明显 那咱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清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减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 喝减醇 减醇 零蔗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流感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为什么天冷时 甲减的症状会加重 甲状腺素对我们的产热 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天气变冷以后 我们需要的甲状腺素会更多 所以说患者的症状会加重 沈阳国医甲状腺医院 提示您关爱甲状腺健康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好中医好中药 请认准百草益兽 本栏目由百草益兽 中央房独家冠名播出 提醒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健康益生青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联系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 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慧永医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 欢迎 广告之前我们说了 白天清嗓 然后痰还黄 哪哪都干的朋友 很可能是肺热引起的 这个症状 张老师也说了 网红的罗汉果茶 会有一定作用 但是如果稍微的调整一下的话 会更好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罗汉薄荷茶吧 我们这个药方里边 就三味小药 第一位当然还是罗汉果 一个就够了 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个 清理咽喉的薄荷 我们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大家都爱喝个寒片 对吧 对 一般吃点薄荷糖 所以薄荷有沥烟的作用 最后我们还把这个甘草留着 因为这个生甘草 能够沥烟 能够泄火 所以这个小方子呢 罗汉果放一个 薄荷十克 对吧 甘草呢 放五克左右就够了 我们用开水泡开就行了 吃一周是没问题的 你看看下一位 也喝了这个网红清丧茶 看表情 哎呀 我跟你说 不太对劲啊 这位朋友这个表情 明显是喝错了呀 刚才那位好使的朋友 他是肺热 那么我们反推的话 这位喝错的朋友 他清嗓 那应该是寒性的吧 这么想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我们需要再进一步 快展外门 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我最近吧 也总觉得嗓子有东西 总清嗓 特别是睡前 就感觉嗓子像呼东西似的 总得清两下 你要说有痰帽还真有 这种痰帽像那种 白色清晰的 你看我在家 就得加这种厚袜子 那这脚还冰凉冰凉的呢 别人现在创个后衬裤就行 我就得这个衬裤外面 加个棉裤 羽绒服里还得套个羽绒服 太怕冷了 怕冷啊 还是壳的是白痰 这应该是很明显的寒症 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是 不能单纯凭借痰的白和黄来间别 但是他怕冷的表现 说明他体内还是偏凉的 偏寒的 所以我们推断他可能是肺寒 为啥会出现肺寒这种情况呢 这个人平常吃的就凉 愿意吃凉的 当然也有外界因素 冻的冷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也不是说谁穿不上衣服 对吧 这种情况要少 大部分都是从吃到吃进去的 这位朋友还说 白天嗓子还好 到了晚上的时候 这嗓子像挂糊似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和刚才肺热正好相反 肺热是因为阳气旺的时候 肺热表现得明显 那么这个人是肺寒 所以肺寒越冷 寒气越重 表现得会更加明显 所以白天差一些 一到晚上 嗓子就特别的不舒服 这位朋友他还怕冷 在家又是套棉袄 又是羽绒服 套羽绒服的 他这个情况不是阳虚吗 肺寒也能这样吗 对 这是典型的阳虚 我们说的肺寒是肺中寒冷 这种肺中寒冷 就是因为肺阳不足 导致的脏寒 而肺开窍于皮毛 肺丝外表 那么肺寒之后 这个人肯定会表现出皮毛 怕冷 一身鸡皮疙的 所以他需要借助外界的保温 这种肺寒的清嗓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 这个痰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白色的 对吧 但是呢 并不十分恰当 如果这个痰是白的 稠的黏的 多半是热 如果白是稀的 像水一样的 一定是寒的 所以这样的人 一般都是寒寒水饮 这是他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 晚上咳嗽 吐的呢 都是一些泡沫啊 水样的一些痰呢 夜间会加重 而且这样的人 抵抗力也差 容易感冒 如果要是这个肺寒引起的这种青嗓 那咱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推荐一个五味子茶 肯定有五味子 对 肯定有五味子 然后剩下的几味药是什么呢 一个是甘姜 一个是芙苓 一个是甘草 这个五味子茶 是一个古方变化而来 《商汉论》里边有一个方子叫 林甘五味江心下仁汤 这里的半下一个是西心 有小毒 所以不推荐大家应用 就剩下四味药了 芙苓 甘姜 五味子 甘草 那为什么五味子茶 它能够管住 晚上总是清嗓的朋友呢 五味子起到一个 炼肺止咳的作用 因为它总是咳嗽 或者是肺气不足 用五味子来收 但是它里边还有寒 用谁去算寒呢 甘姜和甘草 这时候这个甘草 质甘草 就是质甘草了 用甘姜和质甘草 心甘化阳 来温振肺中的阳气 但是这里边 不是有很多水吗 我们刚才说了 是痰 痰化的水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水 沥出去 加一个芙苓 能够健脾沥水 那么水去了 肺寒奔好了 咳嗽再给它炼住 把肺气收回来 那么这个总是清嗓子 有咳嗽的呀 吐吸白痰的呀 就能得到很好的环节 你觉得四样药的用量呢 五味子这个药比较特殊 五味俱成 但是最主要的是酸味 如果酸味不耐受的话 我们用五克 如果觉得吃着这个酸味还能接受 可以用十克 芙苓呢 要是同源品 可以多放一些 放二十克没问题 干姜 根据情况可以来回调整 我们出去可以放十克 如果吃的过程中 这个肺寒清除了 或者是你觉得明显有上活的表现了 那么干姜可以量减小 减到五克 枝干草十克 一天的量 煎水 煎水 这个就不能泡了 如果吃的过程中 嗓子确实舒服了 痰变少了 这时候就可以还继续服用 如果已经煤痰了 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口干烟灶 毕竟一边有干姜 对吧 甚至大便都干燥了 这时候就不能再服用了 说明病症已经解除了 如果再喝的话 那么反倒起反作用了 豆花 就是我凡是开口说话之前 都得清清嗓子 要不然觉得嗓子就哑 说话的时候嗓子就紧 平时倒也没啥不适感 就是感觉有痰 一有痰就想清清嗓子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生清 有时候一个错误行动 就可能危及生命 有时候一个无心疏忽 隐患便宜发生 每年我国约有250万人 因药物问题区域 大多是释放安全防止导致 只要你安康国大债行动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国大药房成大方圆 养披方经三期 八期健康辽宁公益行动 贴心服务传递健康理念 专业指导助力用药安全 现在到国大药房任一门店 参与打卡活动 就有千份主持人新春台力 等你抢 国大药房以专业之名 互万千家庭 都市频道 携手国大药房成大方圆 养力方经三期 联合发起 只要你安康 健康辽宁公益行动 每天持慢性病凭证 光临成大方圆门店的 前10名会员 可以领取成大方圆 为您准备的暖冬礼一份 关注健康医生卿 参与中药养生知识互动 就有机会领取健康礼包 下面我们来公布 上一期问题的答案 该写序会导致视力模糊吗 A会 B不会 正确答案 A 你回答正确了吗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 胸斜胀痛 胸闷不舒 善太息 精力不足 不爱吃饭 头晕 是由于甘气欲结吗 A 不是 B 是 发送您的答案 留言到健康医生卿 微信公众号后台 每天我们会从 回答正确的观众中 随机抽取6人 赠送价值139.8的 养力方 茯苓粉 葛根粉礼包 正确答案 将在下期节目中 为您揭晓 关注健康的年野国 第二个库房去看一看 那就是都市频道 健康城 关注健康一天星 以及都市频道 其他栏目的 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找到健康城 这里要不少 健康养生好物 没准呢 您就可以选到 适合自己的东西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好 广告之后 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越太越年轻 现在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慧永一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 欢迎张老师 对 豆花 坐 溜溜 就是我凡是开口 说话之前 都得清清嗓子 要不然觉得嗓子就哑 说话的时候 嗓子就紧 平时倒也没啥不适感 就是感觉有弹 一有弹就想 清清嗓子 一开口就得先清嗓 之后但是没弹 也没有什么别的不舒服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习惯性的清嗓子 他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也没有弹 然后就是一开口 一说话就想清一下嗓子 这类习惯的人还是很多的 那就是这个清嗓成为了他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那网红的这个清嗓子 是不是他就不用喝了呢 我觉得不太建议他喝 因为他不是因为肺热引起来的 他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其实他有他的原因 但是不是因为肺热引起来的 如果再过多的喝这个呢 其实不是很对症的 那你觉得他这样有必要让他改吗 让他改我觉得是很难的 是吗 对 因为我们很多的习惯动作呀 可能强迫意识呀 醉作剂 三分钟撑死了 对 所以我们得需要分析他的原因 不能说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确实说是习惯引起来的 但是好多不良的习惯 都是提示体内有问题 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啊 可以找专业的医生去诊查 好脉呀 或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判断 一张嘴说话必须先清嗓 感觉好像是个不起耳的小习惯 但张老师说了 这也可能是身体在给您提醒呢 咱也别忽视 另外呀 不管您是哪种情况的爱情嗓儿 有个小穴位 不妨试一试 好啊 我们交给大家一个穴位 非疏穴 脏腹有病 一定要找疏穴 就取得这个非疏穴 非疏穴 是肺的 在我们体表的一个反射点 它能够治疗所有的肺气疾病 所以呢 咳嗽啊 咳喘啊 包括咽咽啊 咽喉不利 虚性的或实性的 都可以选择非疏穴 非疏穴 咳嗽 咳嗽 咳嗽